瑞典的本格森对日本的伊藤凡雄 这场球打得十分精彩 比赛一开始双方就展开了对攻战 缺手握拍的本格森不法灵活打球速度快 伊藤凡雄攻球力量重 他要拉弧圈球过渡找机会扣杀 第一局打成十七拼以后 本格森连得四分首先得胜 第二局伊藤凡雄打得积极连连得分 以二十一比十九扳回一局 最后以三比一获得了胜利 这是瑞典冰芒球运动员第一次在世界冰芒球锦标赛中获得男子单打冠军的称号 全场观众热烈鼓掌 想瑞典写手表示祝贺 男子单打冠军是瑞典运动员本格森 亚军是日本运动员伊藤凡雄 南斯拉夫运动员舒尔贝克和中国运动员西安庭 并列第三名 第31点世界冰芒球锦标赛 列时11天 4月7号晚 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 胜利闭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